今天我們一樣小吃個幾雞 順便來給新手玩家教學一下 最近我看好友名單很多人開始下載了這個遊戲 剛好也可以做一個教學 BBWINS他們也都來玩了 OK來教一下這個剛開始下載的新手該怎麼玩啦 首先在玩遊戲打開藏品然後裡面挑一隻 你喜歡的隨便挑一隻都沒差反正強度一開始都差不多 一開始大家玩起來都差不多 就算是很爛的角色這個遊戲也很常改版 除了像是什麼短刀秀凱這種爛很久的 這個角色的角色他都有兩種武器啦 有的會有啦啊你記得挑隊啊 好啦你們先挑一隻自己喜歡的角色 然後這個網站給他打開來 你就輸入這個dak.gg 然後按下 永恆輪迴 打開這邊 按下角色 找到你那一隻角色 比如說你要玩這個歐狼 你選了這個歐狼之後 這邊是他的天賦 天賦你就直接照著點 然後按下下面這個more 上面會有這個使用率最高的 直接按下去 上面複製按下去 OK就可以準備開始玩遊戲了 這個遊戲剛出的時候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全部都得自創 然後你就到遊戲裡面按下你的黑人 搜尋路徑ID把它貼上去 他就會跑出來 非常方便 你不要黑人你就隨便選另外一隻啦 然後再來就是新手 最難度過的收莊期 收莊確實是這個遊戲比較難的地方啊 但現在也改得蠻簡單的 好 來 歐狼 你就選下這個歐狼 選下剛剛那一頁 通常啦路線都會幫你配好了 你照著走就對了啦 這次就大玩想玩的喔 所以我就拿他當例子 好然後你就進到遊戲 收裝備非常簡單 你掉在哪裡你就看到這個箱子 點一下放著掛機 點一下放著掛機 有東西他會幫你撿起來 你就一直撿 撿到旁邊登登登亮了 就去下一區 你就這樣一路的收 然後要敲裝備的時候 記得先走到下一個箱子的上面 再開始敲裝備 這樣系統在幫你撿裝備的時候 你就再敲裝 這樣比較順便 預設就會撿了吧 反正現在撿裝 很方便啊 你就一路一路這樣撿 然後 滿了就可以敲裝 按波浪符可以敲裝備啊 你就一直敲一直敲 然後直到把裝備都敲好 然後後面就是 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敲裝備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這個遊戲就可以入門了 要敲什麼 得看你那個角色啊 你要敲的裝備 左上角會有那個 十字架的符號 所以你記得要敲有十字架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 材料的量其實很多啦 所以也不怕 也不怕你會收不到 收裝備還有幾個 算技巧嗎 應該說他的系統設定吧 你進來一個房間 他就是會有五個箱子 然後這五個箱子裡面 就會有 你那一區要的 所有東西 就比如說你 今天要收這個 三個LIDAR好了 然後你收了這兩箱 找到兩個LIDAR 那剩下三箱 一定不會有LIDAR 你就要再走到 另外一個五箱區 才會有 所以如果你要很多LIDAR 看到這邊的LIDAR 你就可以直接走去下一區了 所以你只要掉下來 你要收裝備 你就是 你掉在這裡好了 然後你旁邊有五個箱子 你收完 就可以走了 這樣剛好 全滿 大玩學會了吧 我剛剛已經做了一期這個 完整的新手教學了 你只要知道這個收裝的這個規律 後面就跟你以前玩什麼英雄聯盟就一樣 看到人就打他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因為這個遊戲說真的就只有收裝不一樣 剩下了就看你自己操作了 現在補品也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你身上 新手開局的時候會有 兩個麵包 兩罐水 兩個都留著 看到地上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他合成 就直接合起來 啊如果新手嫌太麻煩的 你也可以直接撿那個系統幫你弄好的 第一天晚上開始會掉綠色的箱子下來 裡面就是補品 還有藍色的箱子裡面也是補品 直接撿那個就好了 新手要玩遠程來進戰 隨便選啊 你就先隨便選一隻啊 反正他改版很快啊 說不定下一個版本他就變強了 喔 然後還有這個 開局的時候 是會有這個加速的 起跑衝刺 你可以一路跑到地圖的最邊邊啦 碰到箱子之後他就會結束了 就如果你起得太遠的話 你就直接一直跑就好了 這樣跑到下一區 比較快 全身池骨可以開扁了嗎 想扁就扁啊 這遊戲就是想扁人就扁人 這遊戲不管你做什麼事 都有經驗值啊 就算你只是一直走路 你也會一直升級啊 所以如果你想不到要做什麼 你就一直走就對了 走一走看到野怪就吃 東西撿起來就亂敲 這樣就對了 看我放一個陷阱啊 陷阱加60 按VE就會有你的經驗條啊 經驗要跳到下一集之後 他就會變成你角色的經驗了 沒什麼補的時候 就可以來去找賴搭了 大碗你打到這些動物的肉 記得一定要撿起來啊 這個很多人 都不撿的啊 你就直接把他通通撿起來 危急的時候 他也很好吃 不危急的時候 就趕快去學校找賴打 好真的沒補了 那我們就買點賴打吧 我直接開始偷吃博士怎麼樣 這樣 有了有秘贏啦 血液樣本 這一隻我真的不知道要做啥 做芭蕉扇好了 快跑喔快跑喔 靠賽 先跑再說先跑再說 完啦 被夾啦 我是完全堅持無課 直買經驗加倍 對這個人 實驗體4號 旅館劍 實驗體4號就是你 我建議大家就練練等級啊 千萬不要衝動 OK 有人要衝動了 OK 他們怎麼三個一起扁我 完了 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這遊戲 如果被一群人一起扁 真的很容易死掉 非常危險 最好是站遠一點 有那麼多的大槌 真的要小心 這那個喔 會射兩個釘子出來的那個喔 不要啊 李小龍不要啊 你怎麼這麼強啊 OK 李小龍 超強 好 我們之後看到李小龍 最好是先跑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完全看懂他的技能組 他就 阿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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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快點雪哥我們一起打啦 漂亮 不要啊下一個不要是我啊 怎麼辦怎麼辦 先回血 完了 不要耗死了 不要耗死了 OK 他把我耗死了 完了 呀 來不及啦 看不懂遊戲 看不懂遊戲 就趕緊下載來玩囉 比比大玩都來玩了 現在這段半夜有幾千人 很好排的 晚一點我們上傳到YT啦 讓大家學會怎麼玩這一款 最近確實是有蠻多新人加入的 簡單易懂收裝打仁收裝打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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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跟史進講的不一樣 那當然啊 因為就沒有人系統化的給新手做過一起教學啊 現在我做了大家就會了 按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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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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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點讚 按訂閱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